正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因此打工一族都该尽量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开工日子及时辰 以期在第一个开工日能够讨得好一头 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步步高升 那么在开工的第一天 打工一族应该做什么才能够让自己开运呢 第一 保持开朗的心情 上班前从交理带几粒柑橘 到公司向老板及同事拜年 讨个好彩头 增进人员及贵人运 第二 提早到公司或办公事 与老板 丧师及其他同事一起进门 讨个齐心合力 恐怖前进的良好意头 第三 若在过去的一年里过得不是很顺心 工作上常有阻碍的话可更换旧的工具 如文具 杯子或办公室摆设品等等 期望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开始 第四 在新年开工的第一天 可在祭祀部或便利贴 写上给自己的祝福及未来的目标 写好后 放进红包并放在显眼处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为自己带来提醒及憧憬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